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寿光二十年 一八四零年 七月二十九日迎时 虚云禅师诞生于泉州腐蜀 初堕地 唯一肉团 其母大害痛 以今后无父举子之方 随其有死 一日 有脉有风来 打破肉团 得意难应 由树母王室 抚育成人 虚云禅师出家之后 精精勇猛 光去年 一八八二年 和尚生感出家以来 道也无成 生起惭愧之心 又念及父母的辛劳 及母亲的早逝 为报父母之恩 决定从普陀山出发 发行三步一拜 朝礼 台山 虚云禅师 一路称念菩萨圣号 三步一拜 至光绪九年 一八八三年 败至黄河铁蝎堵 又过光武陵 拉月初二 和尚渡过黄河 天色一万 死无人烟 若敢前行 虚云禅师 见路旁有一班小太阳的包棚 上路人去 便决定在此站住歇脚 时夜天寒地多 大雪纷飞 自早 举目似望 一片流离世界 积雪深淫实 无路可心 因过往无人 亦无法辨别方向 又因积雪 无法继续朝拜 虚云禅师 只得打坐念佛 由于草棚没有遮拦 又无影视 和尚饱受极寒 为了取暖 他便全府茅童一角 大雪纷飞 和尚饥寒将祸 虽奄奄一息 人不忘提起正念 一年三日 飘雪不止 和尚渐渐陷入昏迷状态 初流之后 雪止天晴 和尚已口不难咽 初期那天 来义乞丐 见和尚墨雪之中 知道是寒冷所致 乞丐随即将雪剥开 以围棚草烤火煮黄米粥 送和尚吃 和尚得暖气 得以复生 乞丐问虚云禅师朝拜的去处 虚云告诉他 从普陀出发 朝礼舞台的过程 和尚又问乞丐的情况 乞丐告诉他说 他姓文 明吉 从武台山来 运回长安去 虚云禅师问文吉 到武台如何找他 文吉告诉和尚 武台三僧都认识他 虚云禅师又问此处是武台的距离 文吉告诉和尚 有两千里路程 文吉又引王米粥 为虚云禅师调养身体 文吉问虚云禅师 拜明山有何要求 生不见母 以报庆恩 文吉借和尚深悲行礼 有价值天寒地度 全其不必再拜 虚云禅师一直坚定 不为所动 乞丐身为感动 劝虚云禅师 办起来世足迹刑警 以免错路 虚云禅师 辞别乞丐 继续前行 途中 在胡云腐死挂担 光绪十年 一八八四年 正月初三 虚云禅师 告别四僧 继续朝判 十日晚 虚云禅师至余县城内小南海寺挂担 不许留宿 虚云禅师只得露宿城外路边 和尚夜晚腹痛难忍 全身发冷 初五 发生立即 但每日仍然坚持朝拜 至十三日 阴病已不能前行 只得在黄沙岭以破庙中歇脚 虚云禅师立即加注 日夜复写数十死 不禁影师 行动无礼 银庙在山顶 人界寒痴 虚云禅师 只得闭目待闭 十五深夜 近西边墙下 有人染污 虚云禅师 以为是毒匪 西看 见识文集 行中大喜 急呼唤文先生 文集直火来照 宣问和尚为何还在此处 虚云禅师 便将经过告诉了文集 文集一边安慰虚云禅师 一边给倒水喝 此晚 由于得见文集 虚云禅师 虽敢身心清静 十六日 文集将虚云禅师 只无畏衣服 唤醒 并给一杯药盒 十七日病退 十黄米粥两晚 深出大汗 内外轻怀 十八日 疾病痊愈 虚云禅师 对文集两次蒙难相救 深为感恩 文集告诉虚云禅师 他已从长安返规 并劝虚云禅师 一起行走到五台 虚云禅师 已许下三骨一败朝五台的宏愿 不愿随文集 一起前往 先生 每一刻敢 但我出师不见母亲 母为生我而死 父亲得我义子 我竟背负而逃 父因我而辞官而粗手 浩天王集 耿耿数十年已 特此发跃超山 求菩萨加倍 愿我父母痛苦 早生净土 任他败难当前 飞到圣景 死亦 不敢退怨言 你成孝心坚固 十分难得 我今儿回山 也没什么急事 我愿带你 背负行礼 伴你行程 你但前拜 轻松许多 若能如此 先生功德无量 倘我拜到五台 愿以此功德 一半回向父母 早振菩提 一半奉送先生 以筹救主之德 如何 不敢当 你是孝司 我是顺便 不必表现 文集跟随虚人禅师照应四日 虚人禅师的病已减轻许多 十九日 伏病其乡 从此 唯无作范等事物 都由文集负责 虚人禅师 应外无物类 内无妄念 身体 日间强健 至二月底 到太空县 离向寺挂丹 寺院只是同意和尚挂丹 拒绝文集入住 文集坚壮 便告诉徐人禅师 这里距五台不远 踏陷危惧 徐人禅师的情理 自为有人带送上山 徐人禅师 寺院禅师 留住片刻 勉强吃了半碗面 便告辞而去 到街上 寻找文集 也没有见到 当时 正是四月十八 夜月正明 徐人禅师与追赶文集 今夜 向太渊府 拜乡前进 应心急起火 四日脑热 比流血不止 二十日 到黄土沟白云寺 知客见和尚 口流鲜血 不准挂丹 二十一日臣 知太渊极乐死 亦不挂丹 二十二日 早出城礼拜 在北门外 与一叫文贤的青年僧人 见徐人禅师 敬前招呼 便接过拜登 行礼 请进寺内 相敬如亲 领导方丈 相陪茶饭 并邀请徐人禅师 在此常住 徐人禅师 告知文贤其发愿原有 文贤对他 敬爱有加 节留十日 才放心 临行时 文贤送给和尚 衣物履费 和尚尖子不受 文贤便代携拜登 相送十余礼 洒泪而眠 时至五月初一日 和尚向兴州前进 一日早 在途中拜乡 后面来一马车 环行五月前 车中官人下车 要求为徐人禅师 代送行礼 和尚十分感激 便交由官员代送 和尚又安心拜乡前进 兴旁目 不久 便拜至官员迎部 官员热情招待徐人禅师 员工休息三天 随后告辞而去 官随送路费礼物 也不接受 官员便派兵将行礼前 送至贤同寺 五月底 徐人禅师 拜至贤同寺 先在该寺柱下 急而到附近各叉进香 徐人禅师 逢人便问 闻及其人 却无人知道 后云义老僧 说及情友 老僧和尚说 闻书菩萨 化身也 和尚恍 恍然大鼓 徐人禅师 于二十二日起香 两日拜至东台 在月朗星辉之夜 徐人禅师 竟深时上香 在室内 召席离送 禅足七日 六月初一日 回显通寺 初二 起香拜华严寺 初三 拜北台 在中台过夜 初四 拜西台 初五 回显通寺 初七 拜南台 并在南台打击 十五 下台 回显通寺 至此 徐人禅师 为超生父母 拜祥三年的宫月 胜利结束 此三年中 初慰疾病所困 风血所阻 不能白相拜 和尚一心成年 坚持礼拜 途中 虽历经艰难 和尚一心深欢喜 每每借敬艳心 欲辛苦处 欲绝心安 因此 才无苦人所谓 消得一分习气 便得一分光明 忍得十分烦恼 便正少分菩提 禅宗高僧德令老和尚曾说过 如果有人 能诚心朝拜舞台 文书菩萨 会迎一千里 送八百里 屈人禅师 发愿朝礼舞台途中 虽遭遇千辛万苦 但他丝毫不为所动 坚持三五一拜而行 他正是以自己的知诚之心 感动了文书菩萨 因此 文书菩萨 便在其激难之时 分别化险为乞丐和高僧相助 使其奉雄化际 欲难上下 从而顺利完成 朝拜舞台的任务 其实 诸佛菩萨 早已发过大愿 若有人以虔诚之心 念诵或朝拜诸佛菩萨 诸佛菩萨 一定会随缘覆盖 读佛终生 永离苦去 只是我们凡夫所自 有时虽有宏愿在心 但缺乏许愿禅师那种坚定信念 终不能感得诸佛菩萨的实现 许愿禅师 朝山得文书菩萨化身 速过的故事 使我们正切地感受到了 诸佛菩萨 恐欲的真实不虚 假使我们 都有虚愿禅师的知诚之心 和不畏坚然显著的痴苦精神 我们 就一定能够 蒙诸佛菩萨加倍 常处于 诸佛菩萨的 慈光照耀之处